因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比尔基邀请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于6月6日至9日 赴哈萨克斯坦出席中国加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晤 并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中亚五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和战略伙伴 中国同中亚国家建交三十年来 始终秉持相互尊重 务邻友好 同舟共济 互利共赢原则 不断深化 友好合作 今年1月 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三十周年视频峰会成功举行 习近平主席与五国元首 共同剥划合作蓝图 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王毅国委员兼外长此次出席 中国加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晤 将同各方积极落实视频峰会成果 进一步深化 中国同中亚国家间 莫邻友好和各领域互利合作 共促发展 共谋繁荣 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 王毅国委员兼外长将会见哈总统托卡耶夫 同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比尔基举行会谈 我们相信此访将进一步深化两国政治互信 和务实合作 推动中哈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取得更大成效 请不吝点赞订阅